美国国会星期五通过1.7兆美元 折合约7.5兆令吉的年度开销法案 其中大约1991亿令吉 用来支援乌克兰以及选举法改革措施 美国总统拜登也在同一天 签署了2023年度国防授权法案 在未来五年向台湾提供100亿美元 大约442亿5000万令吉的军事援助 并要求尽快处理台湾军购的请求 联邦参议院批准法案后转交众议院 在23号午夜期间几个小时前 以225票对201票通过开销法案 以维持联邦政府的运作 这笔庞大数目的法案 涵盖联邦政府的日常管理 几乎所有方面的支出 包括执法 制定外交政策和军队管理等等 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说 这项法案进一步证明 共和党和民主党能够携手合作 为人民服务 并期待未来持续有跨党派的合作 另外 随着众议院和参议院 分别在这个月8号及15号 表决通过2023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后 拜登星期五早上也签署了这项法案 让法案成为正式法律 为了强化台湾应对中国威胁的防卫能力 美国5年内将向台湾提供 大约442亿5000万令吉的军事援助 法律还另外授权提供台湾最多20亿美元 大约88亿5000万令吉的外国军事融资 直接贷款 最向法律也呼吁美台联合军演 并邀请台湾参与2024年环泰军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